一会儿我接来 接来 回去立刻给江澄湖 就告诉葫芦吧 你为什么是朝凌夕改 你如果说原来是四十的话 那我就买四米的 我不买这个 走一点四米 我们绝对不会买四米的 我们都买四米 我现在买来了 我们现在 我们把这个情况问清楚 好吧 能解误一下 首先今天有个情况问清楚 大量的是央企和国有企业 给你们通过银行贷款 你们现在在困难时期 付息有困难 我们让你们争取 能够缓缓 缓一下 可以吧 你们这个行业很重要 你要知道 我们在搞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 什么叫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得流通 没有流通怎么有市场 市场都是流通的 现在那些活跃 我们家人也受惑了 平贷新闸 对对对 对对 这个专功啊 这个你们在学着 这种 平贷新闸 给大家一起共度难关 对对对 你们现在有困难了 他们应该共度难关 不能通过这个 我们现在在通过平贷收费 你从我们一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的邮费 锅路费 成本是否就在 在两成的话 他们国有媒体 发卖的价格 才发了一成为 就叫贴司了 八成贷 但你觉得是不是平台本身对你还是有用的 没用 其实把那个关闭是最好的 其实把那个关的更好 回到之前那个找货信息是最好的 因为那个它不存在就是 你到哪里你要去找这个货 你必须要到指定的那个位置 专门搞一个信息部 到那里然后再找到才能开这个货 现在再到处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全部人都能看到 信息部门那不还是要一个部门吗 但是这个部门如果说没有 要卡你的话他们一样卡你的 但是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太低了 还是个价格问题 中间就被他们抽起了一部分 价格问题 那个我们也要的太低了 那边是了解这个情况 我们成本都 知道你们困难了 我们先把你的贷款给下来 这是不是最大的货币 每天还月都还不上交 我们就推起了 还不上就得趴下来了 趴也不能趴下来 但是你们知道大家要吃饭 人是甜 饭是干 你们要用粮食 更重要的是用素菜 我们要有菜难的 你说吃饭没有菜行吗 是吧 所以说你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基本需求 是基本的名声需求 你看着你们开着火车 去为自由 刚才问你们司机他说 为了自己的生计啊 他两口子一个月挣八千块钱 除了吃饭 租房子 剩下的钱都给家里面 两个孩子还有两个老人 多不容易啊 我想你们恐怕都会这样吃 对 一把家子就靠这个货去养活 都靠这个货去养活 对对对 家里靠你们养活 对 社会上面基本 民生还得靠你们保障呢 一般来说 我们其他人 你看你这餐馆有个餐馆吃 通过你们这个菜运来 菜不松油 冰管的人吃什么 还有老百姓 社区的老百姓吃什么 不能光喝水啊 光吃粮食也不行 他得有菜 对吧 你们是运菜的生理军啊 好吧 我们想办法给你们一块 还有这个我们小货车 现在简直一点难 南排小货车 南排小货车 小货车怎么看 简直也不好捡啊 上排上来 上排上来 上排也来 上排也来 上排也捡不了 上来排也捡不了 捡不了 这老百姓 你买一个小货车 拉着蔬菜 中间蔬菜拉着卖 但是买了以后 到年间的话捡不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捡不了 反正捡不了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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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